很多人担心高雅玲会因为这个桃色事件会塌房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人家早就从演员方已经变成了资本方 而且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演戏他早就演得够够的了 他早就不想演了 只不过遗憾的是让刘欣 韩雪 宋南安等人 现在跟着说了牵连 他们以后的心路会多多少少会出一些影响 因为高雅玲在大众心中 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烙印的太深了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高雅玲的长相 他这个整体给人看起来一种稳重大气的感觉 额头宽广 鼻子高挺 腮骨有力 眼皮宽 法令纹比较开阔 这个长相早就注定了他的演艺界会大有作为 下面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的局部长相 额头宽广 鼻子高挺 腮骨有力 这就说明此人极其聪明 而且极有手段 他能抓住每一个将领在自己身上的机会 能把身边的一切资源用到极致 还有他这个眉毛 大家注意看 他的眉毛比较浓密 这说明他的性格坚毅属于那种不达目的 是不把胸的那种 但是细看你就会发现他的眉毛上有一颗痣 这一颗痣长在了他的眉头上 这就注定了他这一生将会有纠缠不清的男女关系 和哪个女的都不会走到最后 还有他这双眼睛 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可是他这个眼睛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暗淡 说明此人平时纵欲过度 对于感情极其不专一 还有他这个嘴唇 大家看一下 他的上嘴唇比较薄 下嘴唇比较厚 而且外翻比较严重 这就说明此人在私下里面情绪极其不稳定 有家暴倾向 还有他这个法令纹 大家注意看 很深 说明此人在私下里面小肚鸡肠 爱记仇 但是这种人他比较能隐忍 一旦有一天翻身的时候 他一定有仇必报 还有他这个额头 大家看一下 他的额头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陆续长出了一些小斑点 这说明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康 身体的胃部或者说他的肝部出现了一些问题 建议他要及时就义 网上说他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家暴 对妻子家暴的时候 有掐脖子山耳光的行为 这个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 可信度不是很高 如果没有 那最好 如果有的话 那我觉得也太可恨了吧 因为他可是我们这一代人 在儿时的时候 好爸爸的一个形象的代表 好 好